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元寿四年春 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主帝 汉武帝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末北大战 汉武帝命令卫清 获去兵各率五万骑兵 步兵军数十万分别从定乡和带军 深入末北 寻找匈奴主帝 并将其歼灭 获去兵率军北进两千多里 越过离侯山 渡过宫驴河 在这场战争的事前策划中 原本安排了获去兵打蝉鱼 结果由于情报错误 这个对局变成了魏清的 获去兵没能遇上他最渴望的对手 而是碰上了左贤王部 获去并与匈奴左贤王部交战 兼敌七万零四百人 俘虏匈奴囤头王 韩王等三人及将军 相国 当户 都尉等八十三人 乘胜追杀至郎居山 在郎居区山举行了祭天风礼 在孤眼山举行了祭地 禅礼 冰封一直逼至汉海 即经俄罗斯贝加尔胡 经此一战 匈奴被汉军在漠南当敌 匈奴缠于跑到漠北 匈奴远顿 而漠南无盲停 他和魏清发起的对匈奴的反击战争 彻底改变了汉朝长辞 在对匈奴战争中的首饰状态 一举打败匈奴 从此 西汉北方长城一带 也就是在漠南地区的边境 再也没有匈奴人 这场战争 也是汉朝禁机匈奴最远的一次 现在之后 世人仍然遥想少年大将或去病的爵士风采 为他的精神和志勇而倾倒 为他那不练奢华保家卫国的壮志 而热血沸腾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